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支生态村大概就会看到这个地方 那么三支生态村如果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关键字的人名 那就是林逸峰 义是嘉义的义 峰是山峰的峰 林逸峰老师 那大米曾经在半年多前透过电视节目看到林逸峰老师受访 谈到他是怎么样在三支这个地方规划出一个很棒的 很独特的有机生态村 所以那时候放在心里头就想哪天应该有机会也想拜访一下 所以今天就带着米妈 然后开着车跑来三支乡这里 在一个多月前我发出邀访的时候 老师就答应我他愿意帮我们导览 我真的好兴奋 谢谢老师 谢谢 这应该了 可是其实老师是退休教师 您的本科是理工方面 您教的也是理工 对对 在台北任教嘛 在南港高工 南港高工的老师 所以是退休了 然后那时候是想回来家乡 就养老 只是这么想吗 当初我退休的时候 还没有退休之前 我父母亲身体很差 那就是说我们出外的子女 就是没有这个心情 把这个父母亲任意的丢在乡下自己独自生活 所以我们想尽办法 就想尽办法怎么样子回来 能够兼顾事业 又能够照顾父母亲 那时候当初的退休大概最大动机是这样子 是提早退休的意思 我不算提早 联资也过了 年龄也过了 但要继续教是都一定没问题 只是还是想回来乡下 对对对 可是老师你说父母亲年事高了 想回到家乡做事业也照顾父母 家乡哪有事业啊 如果不是今天看到你经营出这片天地来 我很难看着三只乡这个农村这么乡下的地方 所谓事业你那时候想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农村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资源和现在呢 差差很大 他该有的东西撕掉很多 那我现在所讲的事业就是说 我想把农村原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给他找回来 嗯 这就是我们退休以后要做的事情 嗯嗯嗯 失去的一样一样找回来 那个是指你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的一些东西吗 嘿 什么东西啊想把他找回来 嘿 譬如说他整个农村的生态系统 嗯嗯 包含溪流啦 包含梯田啦 嗯 包含山坡地啦 还有一个野生植物哦 将以前我们小时候 生病都是吃也也那个药用植物了 自己采草药来治疗 这些药用植物哦也都消失掉哦 啊生态系统也消失掉 甚至田间你看不到一只青蛙 所以我们 我们那个整个生态系统的毁坏 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办法来 要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 将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嗯嗯 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我可以当见证人 因为听节目的人 他们不像大米现在就坐在三只的户外 嗯 一个凉亭然后看着这一片生态圆区 我确定你要的那些东西都被你找回来了 嗯 嗯 所有的不管是种植的或者是 嗯 生物昆虫 这些该在天上飞的该在水里游的 该在稻田间跑的 全部都回来了 嗯 可是老师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 你是学理工的耶 你这些东西跟你 也不是你内行的事啊 嗯 我们在教育界哦 有一句话哦 就是 你教学生哦 未来呢 他要有学习迁移的能力啊 学习什么 迁移 迁移 搬家的意思吗 不是啊 迁移 就是 假设说我会学做馒头 会啊 同时我会将学做馒头这种技术呢 来做面包 这我们学习迁移 哦 也就是说 畜类旁通吗 对 所以我们看很多资料 嗯 吸收很多资讯 然后也到处去观摩 然后也自己办理农村交易 嗯 哦 透过这些成长的过程啊 我们吸收很多该有的东西呢 嗯 作为那个智能的基础 嗯 然后一步一步的改善 那有问题再请教专家 啊 这样子 所以这是您回到了三支家乡之后 嗯 那开始就您刚刚这样子讲 外力的结合这些资源回来 嗯 一起放进来家乡的整个环境改造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您自己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创造 嗯不是 这个这个不算创造啦 这个就是说 他大自然的东西哦 嗯 你只要把条件哦 我们营造好 他自然就会回来 嗯 哦 我们生物也是如此 然后植物大概也是如此 嗯 他的物种可能暂时消失 但是他的种子呢 可能还停留在原地哦 只是因为他条件不顾 环境条件不顾 这个房子 嗯 是新住民哦 这边这个房子是这里的老住民 是原住民了 嗯 那么 我我看到这些新房子的时候 当然会觉得 哇塞 豪华 然后就是 别墅啊 看起来他好聪明哦 这些新住民都懂得 搬到这里来 享受现在既有的整个这么棒的生态环境 那大米就很好奇的问老师 这样子的新住民住进来 那他们能够跟老师要做生态村的这个理念 能够结合的很好吗 他们是支持的吗 那我要偷偷告诉大家 老师不愧是老师 老师说话总是很婉转 他并不会直接说这些人是怎么样 他只说 嗯 这些新住民像是这一户呢 他是新住民 可是他的心是旧的 大家听懂吗 大米可是一听就懂了哦 心是旧的就指的呢 是是爱这个地方的 对不对 是有原始的欣赏 懂得欣赏原始之美 老师是这样子吗 对对没错 老师我这样可以得甲上吗 我们不打ABC 要回到原始的甲乙丙的打分数 可是老师这些新住民来讲 在您回来到三治的十年 这样的新住民应该是会越来越多哦 未来这个是歧视 嗯 我们现在农委会他有一条农 农委发展条例哦 可能有一些疏失哦 他现在已经在做修正了 嗯哼 比如说农地呢 为了确保我们农地 哦 不再萎缩哦 他有一些农社的建筑了 或者是购买人哦 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嗯 就是希望能够农地农用 对 的这个 严格把关的政策落实 对 这个 这个 这条 哦 那个条例 如果没有及时修改的话哦 嗯 未来我们台湾农村会一直萎缩 嗯 哦 那对 对那个后代子孙来讲哦 他可能哦 不是很好的消息 老师说到农地农用这政策很重要的话 嗯 我听起来是很耳熟的 因为我从宜兰过来 嗯 宜兰也正式在发起这个 大家的共事的运动当中 就是希望凝聚这 大家有这样的观念 嗯 所以慢慢的 呃 其实像三只 老师 老师您提到 这里也同样面临那个困境 可是 在我自己看 看到的状况哦 呃 我是很外行人的眼光 尤其我 我去宜兰我也算外地人 我来到三只 我还是外地 可是我是农家子弟 这我很骄傲 至少我知道我从小 家里头 务农的时候 田应该是一片空旷 田就是田 呃 可是呢 在宜兰我也可以感受 所以农地农用政策 那种共事很强烈 嗯 但我真的很怀疑老师 嗯 你这里应该很难吧 因为你这里 都是山坡 看起来一块地 都长得小小的 对 那几乎 我想能够好好耕种的农人 都不多了 更何况下一代 哪能够吃得了这种梯田 种植的苦 有 我们这边都是小龙 所以我们小龙 要组小龙的经济方式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 一直在发展啊 产业的革新 哦 就是怎么样子 让自己的产品 提升价值 哦 嘿 那除了有机生产之外 哦 方法哦 嗯 可能要要 重新再改变 哦 我们有一些生产技术 哦 必须要用科学的方式 嗯 那产品的种类呢 要多元化 哦 才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嗯 那所以小龙 小龙有说小龙的发展方式啦 我们和那个大户 哦 大龙 能够机械化的平原 哦 那个耕地呢 他是发展方法不一样 嗯 可是这也是会是一段很辛苦的 很不容易的过程哦 对 这个共事的过程 要花费很多时间 嗯 同时我们要 透过呢 教育的方式呢 大家 才能够取得共事 嗯 哦 首先第一个就是 确保呢 哦 消费者的安全 我们要做无 全面无毒生产 嗯 那么在无毒生产推动的时候呢 第一个 面临解决的问题就是灌溉水呢 净化问题 嗯 嗯 第二个就是土浪毁力的 永细的问题 是 哦 再来病重害的房子的问题 我们这些问题呢 不是现在现在的农民哦 可以马上解决 我们必须要意赖专家 嗯 哦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办理农村交易 那一点一滴的呢 根据我们这边的发展需求呢 来改善 嗯 那等于 呃 刚刚在一路老师您的导览的时候 我看到您 您形容的这些事情都是 现在几乎是主力工作 嗯 退休之后 没闲着 我要说形容你 这是你的 第二个事业 你也 你也不想承认你说 这就是回乡 我记得我刚刚说 哇老师那你退休了 那你还要回来 嗯 继续还要忙这么一 一大个 嗯 整个生态村的打造工程 嗯 那这 你说这不叫 第二个事业第二村 你说这就只是回乡 嗯 这个心情可以 呃 现在走到这步十年了 嗯 那你看到你大概的 有的成绩跟整个 嗯 在地老乡亲们 新住民们的合作 嗯 您现在 心情是 如果说给自己 嗯 满满足满意的 那个分数的话 有吗 嘿嘿 嘿嘿 有啦 最起码就是 那种 破败环境的现象 嗯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哦 就是 再来就是 农地 大量污染 也减少了 哎 您是说 十年前回来的时候 是那么的 是那么的严重的哦 嘿 对 对 我们前面哦 就是农地 每家家户户都 过度使用农药 那这种现象已经 没有了 嗯 再来很多荒废的农地哦 它已经恢复生产了 嗯 好 再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 我们灌溉水云的净化问题 也找到方法了 嗯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们图让回力的改善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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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找书 做书呢 那个 和 和其他人的 发展方式不一样 嗯 另外就是我们的 产业行销问题 也解决了 嗯 那这些产业行销末端的 问题解决以后哦 然后我们在推展的 会更顺利 嗯 估计我们农产品 采收完毕以后 生产完毕 没有地方销售 所以久而久之呢 哎 农民失去信心 嗯 我们农产品呢 嗯 农地呢 就就任期荒废 嗯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供不应求 哦 方那个不一样 透过农夫市集 假日的这个农夫市集 对不对 对 假日农夫市集 嗯 有一小部分呢 因为 因为要应付那个 遠地方来的消费者 我们用宅配方式 哇 也提供宅配 对 那因为现在量还不够 嗯 我们一定要发展的 电子商务呢 可能要延后 就是我们拿不出 这种产品出来 嗯 不敢任意的 都发展 嗯 嗯 我刚刚一路上看到好多焦白笋 那听到老师介绍 这里的焦白笋 是得天独厚的 虽然 虽然环境啊 没有那么的 呃跟埔里那么好 一年可以做三 三棋 是嘛 对 这边只有一棋 可是特别的好吃 然后纤维又丰富 三支的焦白笋 哦 它的栽种方式 还有伸展环境 和其他地基不一样 哦 那我们有一些 台湾有些地基 譬如说埔里 它的焦白笋 一年可以产 采出三次 嗯 三支只有一次 因为主要原因 因为 焦白笋 它的生长 水温呢 是17度 到25度 哦 那我们三支的气温比较低 所以每一年呢 到四五月 才适合栽种 哦 所以自然而然呢 它一年只能够采出一次 嗯 那虽然采出一次 但经济价值很高 因为这边的焦白笋 都是用活水 它的氧气很充足 是 它水源流动 流到焦白笋田 然后一 它是梯田的状态 嗯 然后它回流到溪流 焦白笋可以产生净化效果 然后同时在这流动过程 这个水源 它氧气充足 也带给焦白笋啊 啊 所需要的生长的氧 氧气啊 所以两者是互利啊 嗯嗯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这边呢 焦白笋生产品质就很高 细嫩 是 也特别受欢迎 常常应该就是 供不应求 对 每一年都供不应求 所以像您刚刚讲的 如果说要把这里真正能够 再继续打造下去的话 您说 呃 比较高科技的生产的方式 管理方式 行销方式 这些一起带动起来 对 就是 我们要用科学化的方法 嗯 来改善 改善生产 嗯 但老师 现在看起来哦 像今天是星期一 嗯 嗯 我我其实 看不到什么这里的居民 感觉这里人口很少耶 那这些生产力 这些人力的投入 它 能够应付得来吗 它 它是 这边的产业哦 它有一个季节性 它有大业小业之分 嗯 平常像目前我们在等待 在采收胶白筍 在采收这个期间哦 之前呢 它有一 有一些农险期 农险哦 就是农士没有那么忙 哦 他可能有一些农民到外地呢 做临时工 哦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他可能去 散播地呢 做事情 所以在水田农地上面 可能人会比较少一点 嗯 那等采收期到的时候呢 农田 都是人哦 一样都是在地 回来乌农的人 在地的人 对 他有一部分年轻人 他兼农 尤其是假日很多 啊 加上消费者 那时候 焦白筍成熟的时候 消费者 他一大早 就在田间等待要采购焦白筍 哦 所以那时候很热闹 所以是你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 哎 大概十月十月份 哦是十月我记错 是十月哦 大家不要跑错季节 哈哈 对 那老师 我也有点好奇哦 您自己 算是回乡了 然后在这里回乡之后十年 这些日子 您自己家里头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就是如您所期待的 终于就是可以照顾爸爸妈妈在一起 然后自己又一方面打造整个生态村的工作 您平常家里头 嗯 嗯 在十年前回来 嗯 跟现在 嗯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从餐桌上的这个 餐桌上的改变好了 餐桌上的东西 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 餐桌上 那我们是很简单 嗯 大部分都是自己生产的食物 嗯 自己生产那么多种食物 对 对 我们有瓜果类啦 野菜类啦 都有 那分菜的话就到街上去买 所以 生活上 我们生活都是很简朴啦 嗯 我们将 那个 以前老祖先的生活方式呢 也是融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嗯 希望做会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 所以这 这种简朴的生活 嗯 我记得老师您聊到是跟 也跟从小教育有关系 对 我们的家教哦 诶 一般的农村家庭的家教 嗯 以前是不太重视 但是我父母亲他很重视 啊 自己子女的教育 嗯 所以我们家教有很多 诶 风格 跟别人不一样 风格 诶 听起来是 有点婉转 老师您 可以坦白说 您是不是被管教的很严 然后被打得很惨 是不是这样 没有 我父母亲他 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哦 没有打 都是用 掉起来 哦对不起 用勉励的 都是用 爱的教育 都是讲理的 哦 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 他会笑笑 他会 他会 用反风的方式 让我们再 产生一种审视啊 等一下 反风的方式 妈妈用反风 我想听妈妈是怎么反风 这个太有智慧了 因为小时候难免 会跟同学吵架 甚至打架 他马上就传回到家里来啊 嗯哼 那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 我妈妈她就笑笑了 她说读书很辛苦了 我们不要练好不好 我们找 我们去当流氓 比较好 好可爱 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啊 那你没有跟她说 好啊我去试试看 哈哈 嗯 对 没有没有对不起 这时候一定就不能开玩笑 妈妈一定是很严肃的说了 这个话是吗 嘿对对对 他要讲理啊 讲理的 那 嗯 这个爸爸呢 老师的爸爸 您也是这样子 那时候制式教育嘛 对不对 嘿对 那你严格的吧 我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 比较 属于日本 因为他受过日本教育 嗯 他对各方面 工作品质要求很高 洗碗要洗得很干净 扫地要扫得很干净 等等自如此类 从日常生活当中 教我们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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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基本上 会要求子女 要跟人家接触 要知道礼节 礼貌 嗯 我们早上出门到学校去 他一定会交代 你到马路上 碰到人 一定要向人家问好 不管认不认识嘛 不管认不认识 不管认不认识 全部要说问好 所以我们 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 父母亲教我们 听起来很稀释耶 老外才会好像有些地方是 嘿哈喽 就很容易打招 可是台湾真的不太能够 有这样子的习惯 尤其您说小时候就 对 我们 我们的家庭交易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尊重 那个 左右年纪的长辈 乡里的长辈 大概也是从小时候 家教教出来的 老师那您现在对您的 孩子们也都是这样吗 对 对我们跟小孩子讲话 也是讲理啊 我们从来也 不会用骂的方式啦 嗯 对 因为他 他这个家教 他会有遗传 遗传 遗传 老师 那我要跟你 诉苦一下 坐在我旁边这个妈妈呀 还有他先生啊 嗯 我们家是又打 又反凤 然后呢 也很严 对 见了人一定要叫 一定要打招呼 嗯 然后是真的也很打哦 打很多哦 嗯 然后反凤也会啊 你刚刚说 讨论那些辛苦 不然我们不要讨论那些 做罗马好了啦 哈哈哈 咬牙切舌这样子 也有呢 哈哈哈 怎么这样 好 我现在是在那个 在抱怨米妈 哈哈哈 那我们可以 让米妈自己平反一下 妈妈请问一下 你小时候 有什么要对我那样 严格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这种教育 家庭教育 就是这样 跟我们家庭的 这个背景也有关系啦 因为当初我们头 他的设施回来 那些是听着说 小孩没有去讨论 他回来的时候 如果知道 他都没有地区 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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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说怎么办 他就这样 不然就 虚啊 虚啊 我们就去拿油 我给他摸摸摸 啊 我是说 你们当时 你们想要讨论 你们如果是要做路面 哦 你们就 不要花这个钱 不要去浪费这个时间 你好好 是啊 啊 你们如果说 要讨论你就好 我讨论 将来是幸福 将来去至将来 看我是你们的啦 用这样跟他们说 啊 如果是说不听的时候 啊 工作了 没做的时候 啊就处罚 处罚半吨啦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妈妈 你给什么人 不好意思 你给教育部长 不好意思 现在都说要爱的教育 哈哈哈 没有我当然不能抱怨 我我妈妈在形容这些 他的教育方式的时候 我就想到 老师您 呃 的父亲母亲的管教方式 我想到这个共通点 我们都是农村小孩 然后像我妈妈 小时候也跟老师一样 也都放过牛 都要做餐 嗯 做山 这些经验都有 嗯 这种吃苦 在在你们这一辈的人的 吃苦的经验 共同点是很多的 那那个教育的方式 听起来也是简简单单的哦 对 那您自己呃 跟您同年龄的同学里面 嗯 是是一种农村的 也是能够说是我们 台湾农村的文化吗 对 对 那农村家庭哦 一般来讲 家长哦 都是用行动来教育子女 呃 用用 医生作者 医生作者 哦 就我父亲来讲 他很少讲话 哦 他就是做 先做给我们看 嗯 然后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去模仿 那模仿呢 的事情都是正向啊 嗯 所以很很少用 这种打骂的方式啦 嗯 但是也不能说 会打骂的父母亲哦 就 对子女不好 也不是这样子啦 因为他也是一种 出发点的一种 用 爱的立场啊 嗯 哎 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子女哦 哎 往坏的方面去发展 哦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哎 因为方式 哎 每一个人方式 做事情方式都不一样 嗯 嗯 老师会特别同情被打的同学嘛 哈哈哈 嗯 嗯 也还好 嗯 就是一定是想说 你一定是特别皮啊 你要是 你要是有我乖 大概就不会被打了 嗯 不过 老师我们今天能够 呃 这么样子的天然 然后又自在的农村环境 做这个访谈录音 嗯 对于老师您 接受过很多媒体采访来讲 我在一开始就听到你说 其实你也不太去听 不太去看那些报道的结果 嗯 呃 所以您对于 外界对于三支 嗯 生态村的认识跟了解 你似乎也不会太期待 但是你本能的又很希望 嗯 能够促进了解 我先讲说我们农村 哦 的改造基础 我们农村最大的基础是生产 哦 哦 我们希望将这个生产力哦 哦 提升 然后过去的全部生活找回来 然后如果说 我们生产哦 没问题啦 再来谈行销的问题 嗯 那行销问题 它 它有 它涉及到很多商业行为 那它这个商业行为的发展过程 哦 我们希望就是说你有什么卖什么就好了 哦 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买东西回来 来这边卖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说过度商业了 对 哦 所以我们原来的有什么 那你就卖什么 原来有什么东西的 你就生产什么东西 哦 哦 那那生产的过程哦 它可能有一些哦 知识技术 嗯 要注入新的 新的领域哦 这不一样了 哦 然后我们原有的农产品 也可能需要稍微做调整哦 适合生产了 我们要大力的哦 推广 不适合生产了 我们要淘汰 嗯 所以我们产业 一年比一年的好 原因也在如此 我们一直在做调整 嗯 有的减少 减量 有的增加 那增加的部分 它属于经济价值比较高 然后对土地的消耗 哦 哦 消耗呢 比较少了 嗯 所以既然是以生产为主了 那我们希望说农民 他的农产品哦 能够行销哦 呃 就好了 啊不希望说 哎 过度有很多人来 来来来来 呃 就是发展的观光事业啦 呃 观光 我们希望农村来漫游哦 自由的漫游 那人很多的话 也可能会造成 地方性的一种危机啊 嗯 我现在简单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这个生态期 对 以前我们呼吁很多生物 比如说水里面的田楼 还有那个树啊 中国树产 这些我们呼吁完毕以后呢 他形成了一个地方特色 但是因为来参观的人很多 啊这些人都顺手牵羊 这个也拿那个也拿 啊这个也抓那个也抓 最后现在已经灭结了 啊 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害怕 啊 就是人太多 他反而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 那至于怎么样子来 哦 扣制这个人数呢 我们希望说 有机关团体 哦 社会团体 我们希望团体来 我们来 来 建赏我们农村 我们这边有解说员 可以提供解说的服务 哦 然后在这个浏览过程 哦 就 团进团出 他对我们 乡村的农村的生态系统 他不会形成污染 也不会形成破坏 嗯 是这样子的 哇 哎 这听起来 一切如果能够 顺利进行的话 整个生态 整个大自然可以 可以控制的 还是在蛮完美的 的情况 那需要人为 好好的配合才行 是啊 对 所以很多人误解说 我们为什么会怕 怕人来 嗯 有人都顾虑啊 因为 到底还是农村嘛 对 那这个农村 我们有很多建设 哦 它是属于公共设施 我们这边有漫游道 我希望民众你在漫游道上漫游 来建设农村 慢慢的观赏 然后对于生态系统呢 能够协助我们当地的做维护 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嗯 嗯 老师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您提到漫游 那我也想到 刚刚你一路带我们走过一些正在进行中的规划的 嗯 生态教育的园区也好 或者是您刚刚讲漫游的一个小小的梯田的造景 像是那个造景叫做静圆 你给他取的名字 宁静的静 嗯 花园的圆 静圆 可以看到一个私房秘境很棒的一个地方 嗯 那这都是您提到的 人数得要有控管 嗯 就是怎么样来参与了解了这个享受这个大自然 但是又不带破坏 嗯 呃 所以人太多当然他就静不起来 就不可能叫静圆 嗯 老师你在介绍静圆的时候你还特别提到 很希望来到这里的人 把心里头的忧郁 心里头的不开心 嗯 能够看看这些就舒服很多 嗯 你在第一次提到对于一些心情需要疗愈的人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嗯 老师好像有特别想照顾某些人 嗯 那你后来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说未来那块土地你想开放给 呃残障啊 这个 嗯 基金会之类的 嗯 能够呃算是慈善团体 提供 这些有 呃障碍的朋友们 嗯 需要一块土地也跟 去享受耕耘 自己自足 可以自己耕作出来的过程 然后作物也是归自己所有 嗯 呃你想照顾那些人 嗯 那你土地免费提供出来 嗯 我就看到 你说还特别规划了一个 嗯 呃这个什么 欸 轮椅的车道 我很好奇的问你说 他都坐轮椅了 老师他 他都坐在轮椅上 你给他这块土地 他要种植 他怎么种植啊 嗯 那你那时候说 不一样哦 心到了这里 有时候障碍的不是 只是行动而已 是吗 嗯 为什么你都特别注意到了 这些人 很心灵 很心底 嗯 那个说是脆弱也好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 呃障碍 可能是心的难关 或者是身体的难关 你怎么会特别想要照顾 这样子的地方呢 嗯 因为我们 呃家庭交易背景啊 或者是在工作背景 嗯 呃都是 嗯 哦 曾经呢 有接触类似这样子的人哦 哦 比如说我们父母亲呢 他告诉我们 哦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哦 你要尽力去协助别人 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在服务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弱势的学生哦 他的家庭呢 呃 可能需要注入很多社会的爱心 哦 啊 我们社会很多慈善团体 哦 那些人我们敬佩他们哦 哦 他们 能够哦 去照顾一些需要照顾的人哦 所以我们 基本上我们农村 它有很多多元化的环境资源 这些环境资源哦 他对于人哦 他有某种程度的疗 哦 疗效哦 那这种疗效呢 属于心理层面 嗯 哦 人很少 哦 環境很宽广 资源很丰富 他自然而然 看了以后 我欣赏了以后呢 心旷神里哦 心情会很愉快 所以我们设置很多地点 这些地点呢 就是它属于比较隐秘性啊 啊这些隐秘空间呢 啊就是希望提供给社会弱势团体啊 来使用哦 我们让这个 那个 让这个农村的环境资源呢 嗯 发挥最大的效益 嗯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 哎 做什么样的 呃 威力仕途的 的商业行为啦 嗯 有一些 建设哦 它是来自于政府的补助 那政府的呃 财政的财务呢 是来自于 那个纳税人 所以我们 要做一些回归的事情 嗯 那些回归的 哦 对象呢 当然呢 我们有优先的瞬息啦 哦 我们有教育界的哦 比如说学生 学生团体 哦 我们有慈善机过啦 哦 需要提供 某些资源啊 我们做得到的话呢 我们尽量配合 哦 所以我们 我们主要目的是要回归哦 当建设完毕以后 就是要回归给社会 对 建设完毕以后要回归给社会 老师你明明手上就没拿到多少资源 你都在烧老本啊 对 退休之后 这十年 走到哪里 然后都是 您就是到处去辅导 找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 对 幫助这个农民 希望他做一些规划 那如果只要有心想学习的 来找老师都没问题就是了 嘿 对 没問題 沒問題 哇 我今天得到好多 也学到好多 农村主要的事情是生产 对 我们如果走进三只的这个 有机生态村 以为听起来好观光哦 就是要我们来的嘛 没有 他最重要的精神还是要生产 那有了生产之后 那像是老师很有心的 又规划了一些秘境 希望开放 这个开放不是对所有的人 都希望很多人来 而是对一些特别是弱势的 他们需要的时候 希望给他们来好好疗愈心灵的地方 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也很欢迎可以私底下可以问问看 林老师这边 那这个是一定是预约的嘛 因为这种秘境 平常应该找不到的 我们有那个协会在服务了 我们共融 我这边是共融社区 就是共有的共 荣耀的荣 大概网路上你打共融社区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这段信息 那共融社区里面 他有很多立案的组织 那其中有一个立案组织 就是新北市三支官怀社区协会 那三支官怀社区协会 就是专门在负责农村再生的工作 那其他的单位他的工作目标 他项目不一样 所以官怀再生协会 这个也是一个对外窗口 是吗 如果说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新北市三支官怀社区协会 我们有总干事在负责 对今天也认识了总干事 谢谢老师的引荐 谢谢 那农夫市集很棒 六日的时候 那个熟门熟路的都知道 只要六日就要跑来三支的生态村这里 共融社区这里 买买这些有机农作物 而且像老师说的 你不会有外来的 你田里头看到什么 待会买到的就是什么 或者说你现在看到你想买的什么 旁边田那里就是种的这个东西 想要直接看到他的种植 他的整个环境 然后直接买到手 吃进口 就是很单纯自然的 这个叫一条路 这个叫什么 直线的 根本不用你拐弯思考的 我们的市集就设在产地 产地 对对就在产地上 就是一棍 等于说 一贯作业 生产销售 未来的销售方式 他每一年是看实际上的需要 会做某种调整 我们在设那个良心战 良心战 不用 不用有人自己投钱对不对 对对 我在国外看过 因为因为我们目前 那个产量 还需要再加强 实际到了我们就会设 好期待 也不一定要到 飞到龙屋市集不可 嗯 你走到哪里 看到哪里哦 喜欢了 你就可以马上买 那没有人在做管理 但是是产品是百分之百 绝对安全 哇 对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 但是不可以随便乱来破坏 哈哈哈 好这个是双面刃 就是把这个环境 都照顾得这么好了 那 来的人太多 反而也是让这个 用心经营的人也担心 可是还是希望大家是认同 在这些做法的 对 对 谢谢 这些心情的纠葛 老师一直都有 对不对 哈哈哈 现在会不会越来越沉重 就是 既要宣导 然后又又怕吸引太多目光 不会啦 不会吗 因为这种平衡 嗯 社会 固域的朋友 他自然会去做 比如说我们这边没有游乐设施 你所看到就是都是产地 只有交通步道 这个使用者 喜欢来这边的人 他自然 会找出一条路出来 这边既然没有游乐设施 想游乐人 找游乐 这个地方不适合他 他可能也不会来 那喜欢到农村 享受农村风光的人 他 他会他会自动会到 嗯 所以用环境自动去筛选 来的人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环境啦 消费方式啦 嗯 老师 您 很严谨 可是您做的事情都好活泼哦 哈哈哈 而且 太有智慧了 然后我看着你 我觉得有没有人说你有 你有点那个明星脸 明星脸 有无念真舞蹈 有没有 有没有 我现在又开始不正经了 有哦 有对不对 有对不对 妈妈 像无念真啊 拍Dost 那个无念真舞导演啊 那个电视里面好多广告 那个 啊 老师一定很困扰 出去都被要签名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今天太感谢老师了 谢谢谢谢 老师我这个节目哦 呃我们现在这个采访 录音到这边 那我待会会征求你同意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跟我们分享一个秘密 所以我现在先在节目的尾声 提出这个要求 那 待会到底能不能录到呢 呃收听迷迷之音的听众 大概就要等待着 如果我事后有po出一则 林逸峰老师的悄悄话秘密的话 就表示刚 就表示待会我有游说成功 嗯 好啦先到这里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秘密很多哦 秘密很多哦 那其中有一个哦 有一个秘密耶 我也想在此哦 不晓得当事人哦 能不能收听到哦 我曾经在差不多五年前 哦 他也不晓得是哪一个 社会上不晓得哪一个朋友哦 看我在那边整理湿地 哦 做生态服役哦 他好像他那个人看了完毕以后呢 他就丢了五千块哦 在在那个我田梗上面 那个不知道是谁谁放的 那五千块呢 我知道我以为他是遗失的哦 掉落了 结果五千块的底下哦 他又放了一张纸条哦 那个纸条呢 就是他希望呢能够赞助了 我们我们做这些哦 生态服役工作的的人呢 给我们一些啊赞助 那我一直在找这个人一直找不到 那我在这边呢 我要感谢呢 这位朋友哦 我非常感谢 那五千块我们还存起来 还没有用 嘿嘿嘿 我非常感谢哦 呃事实上我们做这个东西哦 就是 就是 就是自己的田哦 自己的农地呢 尽自己的本分 哦 啊 真正拿外面人所赞助的款项 来做这些事情哎 哎 我我们还不太敢啊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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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